法式的形象特征 以及它的动态的特征 再加上它这个是一个农村姑娘 穿了一个农村姑娘的这种服饰 它服饰也有它的特征 所以在构图的时候要注意 形象服饰和动态的特征 以及在画面的位置 它这个辫子 它的脸型的这种特征 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动态的一些特征 你像它这个依旧的这个地方 它就是它臀部 移交这地方它就要有一个造型 人物的基本动态 基本动态 基本的这个法式和它的形象的这种特征 包括这个人头和身体的基本比例 以及在这个画面当中的位置 用简单的线条概括的 像素写式的概括的 先把它的基本特征 构画出来 这个画的时候 在起稿的时候尽量用大笔 不要用小笔 这个中国画家讲 宁可用大笔画小画 不要用小笔画大画 就是小笔啊 它这个你画东西容易画的线条 没有力量 再就是说小笔不容易画的很概括 大笔可以画的很概括 始终一开始就注意它大的这种关系 这个要注意它的这个 头和肩的这种关系 因为它的年龄比较小一些 身体显得这个细小一点 那个头就显得稍微大一点 外轮廓一定要抓住 因为外轮廓是体现它的这个 造型的特征的 这个手关节有一个转折 这个碗啊 和这个罐只能画一半了 不能全挨着这张 挨着这张构图不好看 所以在画面构图上面 根据构图的需要 还要进行调整 因为这个 把这个模特和道具 它只是一个你参照的 一个参照我 它不是要完全对着 对着那个去画 要根据画面的需要 根据画面的需要 再进行构图 这第一步啊 基本上那个画面的构图 人物的动态形象 基本画面基本上就出来 基本出来 它这个形象的基本特征 也就出来 形象基本特征 它的动态 它头和肩的关系 头和身子的比例 大小 这些都出来以后 然后第二步 就开始要 谱颜色 谱颜色 谱颜色要注意几个大的关系 一个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这个 头发 头发是一种固有色 皮肤是一块颜色 衣服是一块颜色 腿上的裤子是一块颜色 这个背景是一块颜色 它几个固有色不一样 那么它亮部和暗部的颜色 关系也不一样 那么造型问题呢 画到头的时候 形象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它的 第一是它的五官 五官的特征 第二是它发型的特征 因为发型也是很重要 外轮廓非常重要 脸型和五官是一个特征 再就是它身材的这种比例 这都是它的这个 形象的特征 这个在铺颜色的时候啊 头发的这个颜色 虽然黑 但是它还是比较暖的 比较暖的 颜色不是很冷的 要注意它 头发的这个发型的特征 基本的特征 先不要注意它 头发上的那种 亮部和暗部的这种 细小的这种细节的关系 你先把它基本的形 先把它铺出来 然后在里头再去 区别它的冷暖颜色 亮部和暗部的颜色 因为这个形体和色彩的关系啊 它就是一个皮和毛的关系 你现在有皮才能长毛 在上面才能长毛 就是色彩它是附在 这个人的 人的形体上 你在头部 就是你的脸部的这种造型 那么在 在这个这个衣服上 它就是衣服上的这个造型 你先把它的基本形体 造型画出来以后 然后再去这个 区别它的这种 颜色的这种 冷暖上的这种区别 这个 它是一个红衣服 这个红衣服的暗部 还是应该往黄里头走 就是刚才我说的暗部 它应该都往黄里头走 一开始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大的 先注意大的整体的关系 不要注意那些细节 铺颜色的时候 尽量用大笔画 不要用小笔画 大笔呢 会注意大的关系 它不会注意那些细小的那些细节 背景的这个颜色 它暗部 也是要往南走 也是往那个 它虽然是一块黄尘部 那么它暗部颜色还是暖的 还是要往黄里头走 亮部里头 在这一块 这个偏黄的颜色里头 偏黄头 就是亮部颜色要偏冷 在铺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 一个是要注意 它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比如说这个罐子 相对之下稍微冷一点点 这个 这个椅子呢 就颜色要 就要偏暖一点点 这个关系要适当地注意一下 在铺大关系的时候 就要注意它这个 这个颜色关系 但是一定要整体 不能注意那些所随的细节 这个铺颜色的时候 要从暗部先铺 就是铺最重的颜色 这个衣服的暗部颜色 要偏暖一点 然后裤子的颜色呢 亮部颜色比暗部颜色 要稍微冷一点点 就往红纸头上走一点的 我再画一些 最后完成品是比较细腻的一些 作品的时候 开始铺的时候 都是铺大关系 都是这样的大关系 然后逐步刻画 刻画 才变得比较深入 这个笔触的塑造 这个 这个一定要随着它的形走 随着它的形的这种关系走 它这个背景和画面的关系 很重要 你不铺出来 这个形象没法画 因为它皮肤特别白 背景相对来说 比较灰比较暗 所以一定要把背景画完后 才能画它的形象 其实你看它这个冷暖的色节 只差一点点 亮部这个加白的时候 稍微加一点点 全全加一点点红 它就往上 它就冷了 就相对暗部那个黄里头 就稍微冷一点 色节只差一点点 我说那红红绿头的冷暖 它是 它只是 就是一个白层布 它也有 你看这就稍微 相比之下和这些黄绿的 它就冷了 冷了这里头就有一点 群青的感觉和有一点红头 它马上它就冷 这就偏黄绿 这就偏红头 所以红头里头 不是说让你画一个红颜色 画一个绿颜色 而是指的色相里头 稍微偏冷点 偏暖一点 那么这个冷的里头 它就有蓝和红的倾向 它这个暖颜色就有黄和绿的倾向 这就是冷暖 你知道冷暖关系对了 不同的色调 你可以画成很雅的 很浅的色调 也可以画成很浓烈的这种色调 不同的这个色调 这个不同的冷暖关系 这个最终可以画出不同的色调了 但是你关系都要对 红头绿头这个色相的关系要对 关系不对 那你就是颜色 它就没有冷暖关系 冷暖关系主要就是没有变化 没有色调变化 等于你用单色在画画 你看这个土红里头 稍微加一点的群青 你加点白 相比生和 它马上它就是冷颜色 它就是往红头绿头上走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冷暖就是红头和绿头的这种 这种对比色 橙和紫里头 橙它里头有黄绿颜色 紫里头有红紫的颜色 它就是冷暖 黄和蓝 黄里头有黄绿颜色 蓝里头 这个有红和紫的颜色 它就是冷的 是吧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捕色关系 说到底还是个红头绿头 你看我想往南走了 我稍微生着里头加一点绿 它马上它就 它就暖了 你看这冷暖 这就是冷暖关系 什么叫冷暖 擦那么一点点色相 它就是冷暖就出来 基本上扑出来了 然后赶紧扑衣服 扑衣服最后才能画脸 因为它脸是 是这个这个这个 是脸是最最亮的颜色 扑衣服的时候 也是开始扑暗部 我看在扑衣服的时候 扑衣服还是要扑 先扑最重的 然后扑灰面 最后提亮面 因为它这个油画颜色 它是有那个 有这个覆盖性 一加粉有覆盖性 所以它 你从这个暗部开始画起 然后再画灰面 最后画亮面 用亮面来提张 笔触好衔接 刚才我讲的这几步 就是在 铺这个颜色关系的时候 也要注意笔触的衔接 有时候有一些 大的这种笔触 大的关系 在这个扑颜色 扑的时候 如果都扑到位了 后面就可以不动它 像这种写生 特别人比较快速 这种写生 后面就可以不动它 就是要注意 它的衣纹 衣纹的这种关系 什么 一开始扑的时候 你就注意它的笔触 到时候就不会 燃来燃去的 在画面上 燃来燃去 笔触它就比较 有些好的一些笔触 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这个头发的颜色 和这个 衣服的颜色 相比之下 它就往黄绿上 走来点 就是实际上 头发颜色是暖一些 红颜色里头想暖 加点巨黄 进去往黄 往黄绿上一走 马上它就暖起来 比这就稍微冷一点 想要冷一点 给里头加一点 全清 加一点弄白 马上它就冷下来 其实就差别一点点 能不能差别一点点 先把它基本的 那个衣服的固有色 铺有色 铺完了以后 然后最后再去画画纹 现在先不继续画它 先找暗部和灰面的中性颜色 先铺它 这个肩膀要稍微上翘一点 像它衣服的这些转折 这些转折都要把它 一开始就把它这种 转折就把它画出来 这样它基本的结构就有了 它这个肩膀要特别注意 它这个肩膀宽了 这个载了都不行 太小了都不行 宽了它那个灵袖就出不来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 它的肩膀是不宽的 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已经宽了 那你就要削下去 暗部要往南走 就要加黄绿的东西 素描上关系上的也都重一点 铺形象呢 还是从五官 从五官 一定要从五官开始 你看它这个五官里头 眼球是最重的 一定要把它这些固有色的区别开来 其实最重的是眼球 眼球 你看 眼球远一点近一点 每个人都不一样 有的人五官比较集中 两个眼睛之间 它没有一个 一般的常规是 两个眼睛之间是一个眼睛的距离 有的人他集中一点 他就不到一个眼睛 有的人分散 那些蒙古人的分散 眼睛小的利得远一点 他那个马上特征就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注意 它两个眼球的位置 这个三角 鼻子和眼角的三角 和嘴的三角 有的人长 长三角 人家就短 集中它就短 是这个 短的一种三角关系 这都是它特征 的一些基本比例 眼球最重 其次除了眼球意外 所有的颜色 当然眼球 头发也是黑的 所有的颜色 都是皮肤的颜色 你们注意 眼角 鼻孔 嘴角 一定要和眼 眼睛的颜色 一定要区别 开来 这些颜色 都是暖颜色 它跟那个眼镜的颜色 不一样的 它是皮肤的暗部颜色 皮肤的暗部颜色 它一定要暖一点 不能和这个眼镜的颜色 重复 这双眼皮的颜色呢 要稍微要灰一点 但是也是 裂偏暖一点的 灰颜色 就是 你把它的特征 抓住了以后 几笔 它那个特点 可能就 就慢慢它就出来了 这两个鼻孔啊 也是很暖的颜色 鼻孔非常暖的颜色 在数码关系上 也比较重 这个嘴啊 就是一块颜色 女孩的这个 本身 嘴唇的颜色 比较偏红 但是呢 它要和皮肤 整个人吻合起来 它这个土红啊 基本上是土红 加白 加一段的群青 就是它的 基本 嘴唇的皮肤颜色 而嘴唇 这个颜色 是脸上最红的地方 就是说 你要确定脸上要多红 包括两家将来要化红 就是用嘴唇作为坐标 一块颜色 先不管它上下嘴唇 先一块颜色 但是嘴唇的形状 要注意 因为它这个嘴唇呢 是棱角非常分明的 你一定要注意它的棱角 这些细节 你如果是画一个很概念的形象 那你可以不注意细节 啪啦啪啦啪啦一扑 完了 但是如果你要画一个 画一个很具体的 能够抓住它的特征的这种 这种形象的话 那你就要注意它特征的每一个细节 都要注意 注意它的嘴的形状 嘴唇 嘴角比较重 嘴角稍微上翘一点点 有一点的笑意 然后我们铺它的这个眉毛 眉毛呢 稍微冷一点 它的眉毛也是形很很翘 眉毛很翘 它不是那种很软的 很弱的那种眉毛 眉毛很翘 所以要画得硬一点 眉毛和眼睛之间的距离 不是很开的 有的人眉毛和眼睛的距离 比较开 它这个眉毛和眼睛距离 不是很开的 鼻子的那个构造 非常非常的好 很挺 你看它那个鼻子 周围的关系啊 非常好 就作为绘画来讲的 就是比较好塑造的一种 这个围绕着鼻子周围 五官周围的颜色 都是偏黄绿的 看到没有 都是偏黄绿的 它暗部也应该是偏黄绿的 但是由于它这皮肤特别白 周围有一些这种冷颜色的反光 所以不要形成错觉 就是你在铺它的皮肤的暗部颜色 一定还是要往黄绿走的 不要考虑它那个条件色的那个反光颜色 室内光不要过分考虑条件色 以它鼻头上这种倾向为准 就是往黄绿上走 当然最重的是沿着五官的这个 眉毛鼻子眼睛这个素描关系 它的颜色是最重的 最重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对比比较强的 顶光对比很强的地方 它就都关系都比较硬些 结构比较硬 体积感也比较强 因此颜色也比较重 这画素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五官的颜色非常重的 其次下来就是脸的外轮廓 五官下来就脸的外轮廓 皮肤里头的暗部颜色千万 特别是白皮肤的 女孩的这种形象 千万暗部颜色不能画重 一画重 皮肤就脏 甚至本身就有黄绿头 看到没有 比较接近它那个 如果觉得还暖一点点 色味加一点的群星进去 就可以了 黄绿色相不够明确 你看加了一单的柠檬黄 它马上色相就明确了 你看 它比起背景那些 瘦光冷颜色 它这块是比较暖的 而且一定要注意 它这个体面 看到没有 这块是一个面 它的体面 这都是对称的 这边也是对称的 你看我跟你说的黄绿颜色 很清晰 它的暗部颜色 是往黄绿形象中走的 很清晰的 这个地方要稍微种一点点 种一点点 也是在生殖的基础上 稍微加一点点 折食 再加一点点群星 它马上就种下去 如果觉得不够暖 再加一点点黄颜色 它就暖下来了 塑料关系又重又暖 两边是对称的 但是这边是树光面 这边就要浅一点 这边是暗部颜色 就重一点 然后鼻子底下也有一个面 也是暖的 偏黄里头的一个面 这几个面一支撑 鼻才能拢起来 才能鼓起来 眼睛周围 要为暖颜色 比这地方的颜色 比上面的灰颜色 也要暖一点 再下来就铺 头发和这个 以及皮肤的暗部 头发和这个 皮肤的关系 由于头发压到皮肤底下 它有一个投影 而这个投影是非常暖的颜色 非常暖的颜色 耳朵那个地方是 这个很重的暖颜色 因为它在投影里边 这个耳朵里头也要很重 如果不够亮 再把它提亮一点 在画这个头发的时候 要注意它的脸型了 这个时候就一开始起稿子的时候 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 但是你在塑造的时候 就很卡那个形的一些 脸型的一些基本特征了 就要纠正你在起稿子的时候 不准确的地方 你看我在不断地在矫正 头发 这个辫子 不断地矫正它的形 那就是要在寻找它的一些 这个法式的一些个性的特征 脖子底下的颜色呢 也是偏 偏黄绿的 不过绿 加柠檬黄 加一点点绿颜色 进去 你看 它马上绿的倾向 就比较明确了 你看下部盒底下 那个特别暖 那样颜色一点都不冷 颜色是很暖的 脖子底下的亮面颜色 也是比较冷的 但是呢 素描上要重 冷是冷点 比暗部冷点 素描上要重 颜色要重 不重了 都是脸没法画了 人物画皮肤的暗部颜色 这是一个面 还仍然是 要往黄绿头上都走 注意两边那个对称的 它这个形 形的这种特征 这个 五官这些 很清晰的扑出来 然后扑 皮肤的这个亮部颜色 对称沟旁边的 这个面 它这个皮肤啊 特别白 特别白的话 还特别难画 因为它那个颜色 就更细微 更微妙了 在冷暖上 还有 它嘴巴底下 这一点黄绿颜色 特别要注意 这是一个体面 而且比较重的一个体面 但是 素面上画重 颜色的那个 倾向性一定要明确 它 比较暖 这块颜色 很暖的 因为你在画它的时候 你跟周围要比 你看 它实际上是很暖的 一块颜色 这是一个面 嘴底下是一个面 和嘴唇颜色 是不一样的一个面 它是那个皮肤的暗部颜色 和这些一样 都是暗部颜色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颜色的这种区别 非常重要 下来就是扑 扑这个亮部颜色 注意额头比较难扑 额头 它那个有个 浅浅灰灰的一种投影 也是暖颜色的 一种投影 而且它一定要是有 穷相性的 你穷相性搞不明确 你马上出来颜色是脏的 你穷相性 颜色穷相性很明确 画得很理智 脑子非常清晰 它出来它就不是脏颜色 这个亮部颜色 非常的难 难画 这里头要有一点的 全清的这个冷颜色 但是这个冷颜色 你亮部又不能画灰 亮部还有暖 亮部的这个暖颜色 我把它把握得很好 一般的就生着加白了 但是它这个 由于它亮部特别的亮 皮肤太白了 它已经不是黄皮肤了 所以在这地方 它那个亮部就很冷 非常粉 非常冷 就不能生着加白了 生着加白你看 一加上去 灰了吧 它色相马上又成了黄 黄里头了 它不是红紫头的 所以一定要冷 这红里头 加全清什么这些 就要比常规的还要再冷 才行 要找到这样的 这种感觉才对 它才符合它这个皮肤 但是跟它这个全国 暗面这个颜色 你不能这么冷 没有衔接 要有一个衔接的 相对来说 稍微暖一点的 一个衔接颜色 这个衔接颜色 略为暖一点点 比皮肤这个颜色 略为暖一点点 有个衔接的 暖颜色 看到没有 这就是衔接的 这个暖颜色 如果觉得它太截然了 再往黄里头上 稍微走一点点 就好衔接了 你看看到没有 这不是就接上了 这个颜色 很微妙的 它就接上了 你先硬接 你先不要软接 先把体面先搞清楚了 不要软 一软接的时候 就含糊了 它颜色就含糊了 两边是对称的 两边一定是对称的 否则它行就有问题了 你看我画的一些形象 他们有的杂志在发表的时候 它就印反了 但是印反了仍然很好看 如果你行不准 印反了 肯定是很难看 你行很准的 它反而复去的印 它都是准确的 因为你比例对称 它都是很对称的 除了透视关系外 它都是很对称的 这个面一定要有 亮面这个面 但是又比这个要浅 因为它是亮面的一个 一个灰面 一个体面 也是要往黄的倾向上走 这个面 但是还要冷一点点 又绿一点点 暗部 看到没有 这个暗部颜色 这是一个灰面 跟着对称的一个 一个体面的结构 嘴角周围呢 稍微要有一点点 衔接的这个 衔接的颜色 素描上稍微重的 有没有 这边也应该有一点 关系上都比较重 再往黄绿稍微走一点点 因为暗部这边 往黄绿再暖一点 走一点 这颜色一定要画得很清醒 它就出来了 每一块颜色非常相近 冷暖差一点点 我所说那个红头绿头 黄绿红头 再往上走 还有冷 还有在加把 还有冷 在眼睛周围 你看这周围 都有一些冷颜色 所以周围要有一点 黄绿颜色 又有一点绿的 过头上的 稍微偏黄一点 但是也不能太暖 它是指比这个嘴角周围的绿颜色 稍微要暖一点 偏黄一点 但是你又不能和这个暗部的颜色画重复了 所以这个稍微暖了一点 还得往冷降 还得再冷一点点 稍微再冷一点点 它就对了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面 它这个面不是很明确 你不画一个面 额头出不来 额头这地方再提两点 你看它这个面 就细微的 就这么一点点 上下就这么一点点 其他地方有一点点面 稍微斜着一点点面 然后就是两个眼泡 两个眼泡周围 它也是 这边它也是黄绿的 它这边一定要有一个面 这边是对称的 但是这边稍微要冷一点点 这个眼球它是鼓起来的 鼓起来的这两个面很重要 这个面现在有鼻梁的这个面 这边再加一个面 中间就鼓起来了 这个眼泡可以稍微红一点点 稍微红一点点 你看它那个眼睛是红的 这边也应该再红一点点 虽然它是暗部 也应该红一点点 然后就是下眼睛 下眼睛的颜色 你看它红 实际上你还不敢画太红 你还得往黄绿球上走 因为它毕竟是个暗部颜色 这是它的暗面 然后 副整体的亮面 金先生 金上一先生 他这个 总结中国的这个女性的皮肤 他说 中国女人的皮肤 亮部基本上是 就这块生着 加白 如果再冷一点点 稍微加一点的群青 这就是它亮部的基本颜色 因为中国人是黄皮肤 这个嘴 周围要稍微冷一点点 但是 它因为这个地方也有一个 很浅的一个亮面的一个面 因为你这个面画不出来 鼻唇膏这个高光出不来 所以这个面该画的还要画出来一点 它这个嘴角很方丈 你在 在收拾这个 脸上铺 脸上形的时候 一定要开始收拾嘴啊 鼻子啊 这些形就要开始收拾 一开始铺颜色没铺准的 这个形 因为它这个嘴角非常的方丈 就要收拾这个形 一头如果大了 大了就往 就要往进收 这个地方就要冷颜色了 褻青颜色 你就可以赶上它了 这地方是颜色是比较冷的 赶出一点冷颜色了 照过暖了 要让它冷下去一点 然后这里头都是冷颜色 看到没有 这里头都是冷颜色 这个里头也是冷颜色 这些细节虽然说是我说是铺 铺颜色是亮不一 也不让你大到括弧去铺 你大到括弧铺 铺的都是会儿 你很难收拾型 一定要笔合形 用笔合形 一定要要结合起来 这样子它就不会反复改来改去 反复改来改去 要不你们为什么 我老说你们在画的时候 心里都没有数 脑子里不清晰 就像在场抹降糊呢 完全是一种 就是不懂这个色彩的道理 就是完全靠那个感觉去碰 啪一笔不行 啪一笔再上去 最后画面是抹降糊 它是不清晰的 颜色它是不清晰的 你看它两家这个地方 你现在越来越看 它两家上非常红的 很红的这个要出来 这基本上就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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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巴巴的底下要有厚度 要有厚度 所以它还要衔接一些颜色 鼻子这个地方是 脸上最高的部位 所以它这个地方 应该是最亮 最亮的 比所有的皮肤的亮面颜色 它都要亮 这样它才能 这个鼻才能浓起了 鼻头这个地方 色微有一点的红 这个地方比较亮 然后鼻头上呢 要有点高光 鼻成功也比较亮 但是它的略微偏点红 下来它是眼白 要偏冷一点 偏绿一点 那么铺出来的 目前的这个阶段 也是一个什么效果 就是一个是五官 眉毛 眉毛 眼睛 鼻子 嘴的 基本构造出来了 那么沿着这个基本结构 周围的这些关系 体面关系出来了 不仅有素描上的体面关系 而且有色彩上的体面关系 还出来了 暗部的大关系出来了 脸型轮廓的特征 这个五官的特征出来 发型的特征 发型的基本的固有色也出来 那么第二个步骤 它肯定铺出来 只是一个亮面和暗面的关系 缺什么呢 缺中间调整 所以它比较薄 现在还不够厚 虽然结构构造有了 基本关系都出来了 但是它比较薄 缺什么 缺黑面 这个体积 三个体面 基本上体积就可以做到起来 黑白灰 亮部 暗面 就是黑的 然后灰面 这现在灰面一加 马上它就厚了 就厚起来了 现在把大关系一扑 基本的形象特征 已经很像它了 就是在扑的时候 这个就像董先生 董经文先生讲的 要文准喊 形和色的关系 要做到心中有素 这个就是你的造型能力 要很强 你再扑 你像眼镜的时候 我眼睛 在扑眼睛的时候 就是扑它的那个眼睛的 这种特征 一方面在扑颜色 一方面就是把它的结构 把它的构造的 大体的形状 就已经出来了 而且有笔触 形色笔触都有 因为这个衣服 不是单纯一个红衣服 它还有花 所以采取湿化法 用湿接的办法 画得很柔和 先把它画出 这个在点那个花红手 用笔 要讲究笔意 争取能够一遍画过去以后 它就连形和色都出效 先把花纹的基本的 它那个红花那个 画出来 它还有一些 白的一些那个钩边 分第二步再去画 要让它稍微暖一点 但是又不能跳出来 要注意它的那种关系 这里头一定要 花也有节奏 也有节奏 它的那个亮点也有节奏 不仅要 要把花形画出来 玩用虚实啊 根据这个 衣着的这种起伏变化 这些东西 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到 它才能自然 否则这个花 它就会浮到衣服上面 它没有去根据 它的那个 衣服的这个变化 来长 这个花 把形点了以后 就开始要稍微收拾 因为这个花准备 要一次画成 所以一定要收拾 为什么要收拾呢 因为它这个 你一次点了以后 注意了笔触的生动性 但是很容易花 所以还要把它收拾的 要能够这个花 能揉在这个衣服里面去 所以那个虚实啊 有个地方太硬的地方 把它搞软一点啊 那个虚实啊 把它把握好 特别是衣服转折的地方 那个太太跳了的地方 就要把它 就要再处理处理啊 基本上那个衣服的 这个衣服就差不多了 那个大致这个效果 因为我们是个写生 不可能量子非常具体的 去把它画得很深入 但是这个基本效果 它已经出来 这个头发的亮部颜色啊 它是比较冷灰的 这种颜色 啊 头发这个一定要把握住 不能 不能过亮 因为头发是比较蓬松 所以你那个 高官部分画得比较柔和一点 不能画得太硬 这个地方应该有一个面的转折 头发应该有一个面的转折 这样子基本上 它的这个头发的这个 这个特点就出来 我先把这个 桌子把它要画出 现在我们就铺 框框和手啊 这个框框的阿姆 也是要往黄里走 好 然后暖走 你看 它一往黄里走 它马上就暖 颜色就暖 暖起来 要暖一点 就加 橘黄进去 它马上 它这个地方它就暖了 它这个颜色又暖一旦 就往橘黄走一走 手也是从按部开始铺 先把他那个按部的这个 基本的指头的形状 把它画出 铺手的时候也是先铺 铺这个大关系 他这个手的造型 一个是外轮廓的造型 一个是他的基本结构 就是手指的基本结构的造型 再一个就是手指的一些关节的 基本的体面转折的造型 还有一个就是手掌 它由于形体的这种转折 它这种大的体积的这种转折 你像这上面它就有一个面 这个上面下了以后 这几个关节它都有构造 把这些大关系绩把它铺出来 特别是底下这个面 这个面很重要 这个面的颜色都要暖一点 还是往黄里头走着 别看我家里绝黄了 但是它还是往黄里头上它要走 这还是要往黄 这个灰面 还是要往黄里走 手腕的这个转折 它上面也有一个面 然后画它的皮肤的这个颜色 因为颜色要偏红一点 你看它还是红头和里头的关系 它这个手的这几个转折 往底下转折的时候就要暖 这个面很亮 框框这个面是很亮的 一定要注意大的关系 挤出最亮什么 除了皮肤以外 这几处就是比较亮 这个框框上挤出变了瘦的颜色比较亮 瘦的颜色比较亮 这个碗的质感 这个也要注意 你看那高光的留了一点吧 你再补一点高光就行了 它就像山边那个摊着 它底下有点暖的那个白的 它中间把它拖出来 这个地方有虚 因为它是基本上是后面是头一样 但是这个地方又 在构头上有缺一点的东西 这样你就可以加点道具 那构头上都能够完整一些 构头上的节奏感要好一点 大关系就是 一个就是这个形象 形象主要是脸部的这个五官的结构 亮面和暗面的关系 脸型的特征 法式的特征 再就是衣服 它是一块固有色 裤子是一块固有色 几块重的像瘫瘫罐罐 以至几块重的颜色 在画面上的分布的这种节奏 重颜色的摆布 都是画面上的那个黑白灰的这种 配置 黑白灰的这种节奏 再就是色彩的冷暖关系 暗面和亮面的冷暖关系 衣服的冷暖关系 裤子的冷暖关系 皮肤的冷暖关系 都出来了 包括脸和手的一些重要的一些 结构的造型 基本造型 形体也出来了 背景一块颜色也出来了 这就是第二谱 就是扑大关系全部都出来 我们第二步就完成了 下来第三步就是 要对人物进行刻画 具体的刻画 首先我们还是从面部开始 从五官开始 这个眼睛现在是画了一块比较重的 是一块颜色 那就要把这个瞳孔和眼球的颜色要区别开来 这个眼睛非常重要 五官的眼睛 就是眼睛是人的一个心中的一个窗户 所以眼睛的这个塑造 要很下功夫 要理解他的这种性格 他的这个特征 他的性格 他的特征 通过他的眼睛能够表达出他的这种情感 表述 把眼球的那个透明的那种感觉 把他点上一笔 但是不要破坏眼球的这个外轮廓 眼球的外轮廓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就要点他眼上 眼睛里头的高光部分 高光比较冷 高光点的时候要非常肯定的 不能搓泥带水 这个高光一点出来以后 他就滑能点进了 这个地方因为他对比比较硬 所以不能滑得太虚 你看他现在眼睛就有绳了 另外沿着眼睛往下看着 上眼皮 他这个眼球一鼓出来 一上翘 他眼睛就往上看着 而且这个地方对比最强烈 所以这个地方是最重的 眼球的底下是轮廓 尽量不要破坏他的那个轮廓 眼球底下轮廓 这眼球啊 他这个形状 一定不能破坏他那个形状 这样的话眼球里头是透明的 外轮廓比较重 瞳孔比较重 这个眼球最 眼睛最鼓的地方是 是眼球的顶端 它是有眼形的 那么这个地方就对比很强烈 你看他马上现在眼睛就有伸了 上眼皮 上面如果觉得 这个还不够 颜色不够重 略微再把它再加一点点 当然他这个是有虚实的后边 也稍微虚一点点 然后呢 他这个双眼皮上面的顶部 就是和眼球最鼓的地方 他也有高光 因为他这个是在顶端 他也是有高光的 这是眼球 你看这种感觉 它那眼球的透亮 它那个神态已经出来 这个地方是一个面 下眼角的这个面 转折过去的面 所以把这两个颜色还区别开来 前面的留位冷的 后面暖一点 那么下眼角的整个的塑造不够 现在就要再画一画它 这些地方都是很要紧的地方 所以画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的谨慎 这个眼白太往底下来 就把它收上去 他那个眼睛整个轮廓 这个行要对 所谓深入 它就是要要要刻画 这地方不能太硬 要柔软一点 该虚的地方 一定要虚 衔接如果是太硬了 稍微把它柔软一点 然后我们开始画眉毛 这是最重的地方 眉毛最重的地方的心 也是要偏黄绿 偏暖一点 靠近这个地方 衔接的时候 要所谓 颜色要所谓浅一点 这个地方也是 要衔接 这一块这个 它是一个面 这个面颜色呢 比较 要从书面上来讲 它是虚一点 不能那么实 要注意它这个鼻子的形 这个地方 铺的时候有点太硬 现在衔接的时候 就要衔接的稍微软一点 这两块颜色 比它下硬件 这个颜色 温暖一点 又偏黄绿 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接得 柔软一些 鼻头这个地方 还不够透 还稍微把它接得 稍微再透一点 这个面还要再强调一下 这些形都要卡住 鼻孔的形 一定要卡住它 鼻孔过重了 就可以把它再透一点 它比较暖 鼻孔里头比较暖 它是鼻子底下 有一点头影 然后我们画嘴 嘴唇 嘴唇非常重要 因为嘴唇是它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 它的一个特征 它的嘴唇造型 让它非常的方丈 它嘴唇的亮部颜色 比较冷 这一定要有虚有视 围绕着它这个嘴周围 鼻子 你看看眼睛 鼻子嘴周围的 对比都比较硬 其次的地方 一定要要虚 要揉 你看我把嘴周围 都把它揉了一下 是吧 另外就是 它嘴这个地方的 那个体面 开始铺的时候 铺对不是很准确的地方 慢慢在刻画的时候 都把它伸入下去 太冷了 就把它夹 夹得稍微暖一点 下嘴周围 底下这个投影 这话再重一点 但是呢 颜色它应该还是偏黄绿的 绿不过就要往 黄绿夹 它的嘴角稍微往上翘一点 就有一点 微微的有一点喜悦的那种效益 现在铺 卧头 它要有厚度 有一个灰面 衔接这个灰面 把暗面和灰面的那个衔接 把它处理好 眉毛这个地方 稍微虚一点 但是它还有一个和 卧头颜色衔接的地方 这个地方还有衔接上 这些地方都铺得太硬 那就要处理的软一点 增强皮肤的质感 这些暗部颜色铺子都有了 把灰面衔接起来 这些要再暖一点 暖的不够 注意这两边对称的形 我一直在矫正 这个对称的这种形 形的关系 你看都是 我都是这个香花最暗的 七字花 花灰面 灰面往里花 亮面来压它 这样的笔处就好衔接 你看这地方 要想要虚 把它一扫 它马上就虚起来 你看这儿就 虚一点 这儿虚一点 这个地方才会虚一点 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塑造方法 就是到第三步 它要塑造的时候 怎么样掌握的虚实 是吧 这就关系 眼睛这块不够 再加重 它这个全国 现在来说比较高的 所以在和暗部衔接 是全国这块的形要注意 再往上接 就稍微再冷一点往上接 这块颜色往上接 这是底下的颜色 这是那个面的颜色 然后 这个地方 稍微一点冷颜色 把它一扫去 这儿因为比较软 一扫就行了 它这块比较软 因为最硬的应该在这一块 在全国这一块 一会儿把这暗部 稍微再加 最硬的应该在这一块 觉得太硬了 不够软 再把它加一点就行了 要往这儿 你看这边它也有厚度 这边这个两线也有厚度 要和 和这个头发衔接 还是要往黄里走 往黄里走 它才能衔接 注意它这下巴壳 它这下巴壳也挺翘的 这种感觉 两边的这种对称 在结构上对称 一定要注意这两边 你再铺这个颜色 要注意到那两边的对称 这块颜色要记着 这块颜色是比较冷的 照须一点 这个调亮部颜色 非常重要 它比它冷一点点 但是不能冷太多 冷太多了 它不像它脸上那个 它还稍微有点暖的那种感觉 所以调这个颜色是非常 你看很小心的 在调 比它 因为有一点不对都不行 然后在衔接的时候 这些地方就要软接 它出来就比较润 你看这个有个过度 把这个过度颜色啊 给它留的稍微少点 不要留的不要太多 这个地方比较冷 包括这个地方 在衔接的时候软一点 你看 往这一扫 它马上它就软了 其实话 女的比男的 男话多了 男的啪啪啪 白脚颜色很痛快 很轻松的结构就出来 女的你把硬的不行 软了不行 软了整个松下去 软硬要把握的湿度 你看凡是五官这地方 我都比较硬 在这个衔接地方 有些地方太软了 一会儿你还得再把它卡硬 所以这个软硬的这种 这种尺度是非常难把握的 你看这一点点结构 非常难画 亮目的 你重了也不行 重了马上 那个脸上 它就有问题了 但是你没有结构不行 没有结构 你那地方它就简单化了 它实际上细微都差一点点 你看这都差一点点东西 亮面压 灰面 它就好压 这比较顺 这种接法就比较顺 你要是往上摆 摆出来那个东西 它就容易生硬 衔接方法就是这样的衔接 如果觉得冷的不够 你把冷银搜往这地方 带一大冷银搜往下 你看这个下巴壳 它那种感觉 它就出来 最亮的是这地方 下巴壳最亮的地方在这 亮的地方在这 而且这地方切得比较硬 对比墙的地方 一定要把它卡住 这些地方软一点的 你就把它软下来 软下来 你看它这地方一硬 马上它就突出了 眼睛底下没有切得那么硬 所以手部要软一点点 脖子底下的投影不够重 还有往中 也是它往黄绿走 你看脖子底下 它那个投影和那个衣服 比较它非常绿 一定要注意它那个色相 不能稀罗糊涂 画一块张颜色上去 耳朵的结构也要画出来的 不能没有结构 耳朵因为在头发里头 是能露一点那种感觉 但是那个感觉 也要把它画出来 按摩全顾这地方 也再加强一下 全顾这地方 不能软寒这地方 把虚实保护住 这个地方要硬一点 加了这个按摩这颜色以后 这地方的衔接就要再走一下 衔接一定要小心 这地方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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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它硬 找它硬 要把它搞得软 它软了以后 你看这块一硬 这一软 它就往前走 它就后边去了 不过这地方都要软 不过这地方都要软 没办法 这边夹着冷颜色 一旋接 这都乱冷颜色 你看 这周围都是冷的 看看 这周围都是冷的 一层高 这地方还要处理 这个地方要压它的嘴唇 它这个嘴唇很气壮 因为这嘴唇翘的最高的地方 它亮度比较高 这也是有需要湿 嘴唇厚度 这边它按摩 它有一个厚度 这两基本上差不多了 下来就画手 你看都是从最重的地方 开始下笔 铺按过的时候 一定要从最重的地方下笔 先画这个桌子 提它那个亮度 压得这个浴室 它是很光润的东西 所以你在接浴室的时候 一定要接得很润 在深入扣坏时就要注意收拾它那个手的形了 外形外轮廓 这个地方是有框子的暗部颜色 框子的暗部颜色 它发绿颜色 就把这些颜色都区别开来 这样不一定要很虚 这是一个古典 要把它卡住 这个暗部颜色 还是往黄绿 手的暗部颜色 还是要往黄绿走 不过黄 就再加黄 它那个关节地方都比较红 女性的时候也是比较柔软 所以那个对比开始铺结构的时候可以硬的 但是你最后要画出它那个质感来 那还是要强得它的那个质感 这个地方对比是最强烈的 所以要把它卡住 把外形稍微再卡一下 需要冷了就是在红里头有点全清 加进去就冷一点 就在手上 这个暗部颜色 灰面的颜色有点太燥 那你就 再把它降冷一点 它就灰一点 我们把这个形象 它那个特征再强调一下 把两形稍微远一点 把两形稍微扩一点 远一点 然后把它鼻孔往上略提一点 鼻孔的位置稍微往上提一点 鼻孔往上提以后 然后把鼻孔的暗部颜色 然后把这下嘴孔的这个位置 稍微再往上提一点 这个地方衔接还差一点 厚度上不够 实际上这底下还应该有一个面 有一个体面 这些细节如果处理不好 它就厚度上就会受些影响 这个地方结构应该再硬一点 宋面上的料也再重一点 形象应该差不多了 所以现在主要是 手的一些关节的一些体面 还应该再硬一下 关节的体面应该再硬 这个手啊 它也有一定的厚度 这个边缘线要虚一点 它就不生硬了 它因为这个 由于投影的关系 它旁边的物体啊 那个不一样 和受光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所以它虚实也不一样 不能把手画成 齐齐的一条外轮圈 外轮圈一勾 它就不生动 它是有虚有实的 在底下的框子这个颜色 是比较暖的 很明显的偏黄的也比较暖的 它是比较暖的 是比较暖的 这个袖子有点短 把袖子加长了一下 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稍微重 其他地方都不要太重 它这个枝朵缝里头 它也是有软硬叙事的 不是所有地方都重 这些细节在画的时候 都要注意到这些细节 你不注意这些细节 它就缺少变化 它就是死的 你每一个枝朵缝都是一种颜色 沟到底它是死的东西 又是桌子那种颜色 那种感觉是吧 都要出来偷偷的这种感觉 这个在画写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些 就是有一些这种质感的地方 它是很粗彩的地方 不要轻易粗糙的去画它 一定要把它的质感 形色 特别是形 要卡这些 这些的玉器啊 有些是玉器 有些是金属的东西 它都有一个那种质感 就是形什么 都要把它画到位呢 不能马虎 有些这种出彩地方 你画不到位啊 它画面就不好看 你说你画面很精致 很出彩 很生动 甚至有一些东西很 这个 很具体 你通过就是这些细节 去描绘它 你看它这个透的 这地方的颜色 和暗部那个脆绿的 它里头有变化 它那个玉石的那种 脆的那种镯子里头 它有变化 这就是高光 高光点高光手 一定要干脆利索 笔触一定要干脆利索 一定要想好 纹转狠 像这些颜色 对比很强的 这些很漂亮颜色 就很肯定的笔触 颜色也到位 颜色到位 很狠的 不敢画灰 像这些笔触都非常重要 你看我在很小心地 勾一下这种 这种画面 因为你好的地方都是 松的 软的地方 该硬的 该出彩的 对比很强的地方 一定要见笔 就见笔触 什么叫绘画性 就是你的艺术语言 你绘画没艺术语言呢 你跟照片完全一样 是不是 你拍过照片就完了 拍过照片也挺像它的 那有什么看法 没有绘画性了 你所有的 我给你们讲的一个 肖像画的一个 怎么样塑造型 怎么样处理颜色 照片它能拍出这么多 龙暖颜色吗 它肯定拍不出来 它 这个也是一种具象的东西 照片在这也是具象的东西 这个绘画性 你看脸上这么多圆 照片里头有吗 它肯定不可能有这么多圆 所以有些人一说是具象绘画 就把和照片混为一谈 那它不懂没办法 你看这一笔之下 它那个形色这些都要出来 这些道具的质感 要画好了也是很出彩 你画面会增色 所以这些细节 开始铺的时候 大致把它铺一下 最后在刻画的时候 除了人物的刻画 画面出现的东西 都要认认去刻画它 你在画面出现这些道具 都是和画面相关的东西 那这些语言都要区别 你像画凳子 画碗 它不同质感的画镯子 是不是 画衣服 画这些民间艺术品 画竹框子 不同物体的质感 和它的形体 所产生的这种 有特色的东西 在画面上都 绘画语言 给你真 画面上天才的东西 一定要去认认地去画它 把它刻画的 活灵活现 跟人物一样刻画的 活灵活现 像这些 在用别上的 就要非常肯定的 这地方要画 但是不能太硬 就是要虚一点 你要考虑这个透视 这个地方透视 对不对 这个太冷了 这个地方要稍微再暖一点 第四个步驻 就是收拾 收拾这个要小心收拾 收拾一个就是 看形上有问题的地方 这个色彩上有问题的地方 再一个就是在影响到整体关系的 有些地方 再一个就是画面上头 这个在绘画性上 强弱软硬虚实 就是我们所说的色彩上 和黑白灰的节奏上 包括笔触上的一些 一些触彩的地方 增强画面绘画性效果的地方 最后就要收拾一下 最后就要收拾一下 它有一个面的转折 它就能增加一些厚度 嗯 现在这边差不多了 再看看 让人看一下 这个书是我为什么要站起来看呢 就是你老坐这个地方容易陷到局部里边去 那么站起来后退到一定的距离 就能看到全局 整个那个气氛 节奏啊 它软硬虚实的这种 这种这种起伏啊 节奏啊 手上有些该硬的地方 还稍微再硬的 转折再干脆一旦 就好一点 为什么要把衣服再加一点 感觉衣服 你看它那个有一种醒目的感觉 衣服稍微有点沉闷 当时考虑和这个调子柔和 不能画得太艳 但是 它有一种 那个花里头有一种那种 很醒目的那种生动感 又太闷了出不来 点一点那种小花的感觉 这种东西就是 因为写生啊 你就完全根据你对画面的那种理解 怎么画都行 就是衣服是个基础 你考虑怎么样去处理它 只要画面好看 节奏啊 那个 整体上的那个把握啊 就是你自己来把握的 啊 这张作业呢 有四个步驻 我前面通过这张作品的这个示范 大家都看到 从起稿子 然后到铺大的关系 啊 然后再进行深入的刻画 刻画完了以后 细心收拾 这个一张肖像画 和一张大的主题性创作是一样的 一张主题性创作人物比较多 啊 最后呢 要考虑它的整个的 这个气氛啊 人物的设置的气氛啊 人物和环境 人物和道具的这种关系 那么一个肖像画 它也一样啊 它要要要考虑画面的气氛啊 气氛 中国画的这个理论里面的最高竞争 它讲七言生动 什么叫七言生动呢 实际上最后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绘画 你说 像我们现在画了一个人物画 画了一个这么一个肖像 那么这个肖像 人物的情绪的这种生动性啊 这个在黑白灰的关系上的生动性 在色彩的生动性 在比翼的这个这个这个 描绘的这种生动性啊 节奏的这种生动性就造成了你绘画语言啊 所表述的气氛生动啊 这个《西河六法》里面讲啊 不管是讲这个 呃 构图问题啊 讲这个呃 英文象形啊 讲这个随力富彩 随力富彩 他就是讲这个色彩的这种设置啊 最终 他要达到 气氛生动 西方的大师 不管是写实的具象的 还是抽象的画家 只要他是一件 非常动人的艺术品 他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气氛生动 气氛生动是一个总体的一个美学概念 就通过这样子一个人物 画的这么一个写生作品呢 给你们这个给同学们展示了一个作品 从开始起稿子一直到铺设颜色啊 这个解决造型问题 解决色彩问题 然后深入深入刻画 以及到最后完成每一个阶段的方法步骤啊 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油画油画技法的处理 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整体的关系的处理 所以虽然说是一个消音画 但是实际上解决了你油画 人物画里边的若干的一些 一些所要学习到的一些专业知识 通过一个肖像画 解决了人物画的一些 普遍的一些绘画语言的一些法则 解决这个绘画性的问题 就是解决塑造语言 就是油画的笔法怎么运用 不同质感的物体的描绘方法 这就是它的塑造语言 同时呢要解决色彩问题 就是冷暖问题 讲了暗部应该是什么样色彩 亮部什么什么样的色彩 冷暖关系的知识 什么叫冷颜色 什么叫暖颜色 冷颜色和暖颜色的色相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色彩关系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 我可以说暖颜色的色彩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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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作词